在进入正式课程前 我们先复习一下反导函数和不定积分的概念 反导函数的定义为 若函数大f of x 满足大f prime of x 等于 f of x 则大f of x 为 f of x 的一个反导函数 且反导函数不为一 若以不定积分的形式表示反导函数 则以Integral f of x dx 作为 f of x 所有的反导函数的表示形式 因此针对反导函数和不定积分的关系 可整理成以下内容 若大f of x 为 f of x 的反导函数 即大f prime of x 等于 f of x 则Integral f of x dx 等于大f of x 加 c c 为常数 而常数 c 请同学们不要忘记加上 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计算 Integral 3x 平方加 2x 加 1 dx 3x 平方加 2x 加 1 的一个反导函数 为 x 三次方加 x 平方加 x 则Integral 3x 平方加 2x 加 1 dx 等于 x 三次方加 x 平方加 x 加 c c 为常数 计算反导函数时 会先找出一个不函常数项的反导函数 最后再加上常数 c 在复习完反导函数后 我们利用维积分基本定理第二部分 说明利用反导函数计算定积分的概念 定理内容为 若函数 f of x 在区间 a 到 b 上连续 且大 f of x 是 f of x 在区间 a 到 b 的一个反导函数 即大 f prime of x 等于 f of x 则Integral f of x dx 从 a 到 b 等于大 f of b 减大 f of a 我们拆解成几个步骤说明 步骤一 找到一个 f of x 的反导函数 大 f of x 步骤二 列式为 Integral f of x dx 从 a 到 b 等于大 f of x 从 a 到 b 请同学们注意上下线位置不能互换 步骤三 将上线 b 和下线 a 带入反导函数 并相减 得到Integral f of x dx 从 a 到 b 等于大 f of x 从 a 到 b 等于大 f of b 减大 f of a 接着让我们来看如何计算定积分 Integral 2x 加 1 dx 从 负 1 到 3 之值 因为 2x 加 1 为多项式函数 因此在区间负 1 到 3 连续 以至 x 平方加 x 为 2x 加 1 的一个反导函数 请同学们注意一下 在计算定积分的时候 我们所采用的反导函数不需补上常数项 故Integral 2x 加 1 dx 从 负 1 到 3 等于 x 平方加 x 从 负 1 到 3 等于 Y 等于 f of x 图形与直线 x 等于 a x 等于 b 及 x 手所围成面积为定积分 Integral f of x dx 从 a 到 b 反之若 f of x 小于等于 0 时 则为-Integral f of x dx 从 a 到 b 那么当函数 f of x 的某些部分大于 0 某些部分小于 0 时 对其做定积分代表着什么呢? 假设 y 等于 f of x 和 x 轴交于 a 0, c 0, b 0 由左至右排列可观察到 y 等于 f of x 大于等于 0 的范围 在 x 等于 a 到 c y 等于 f of x 小于等于 0 的范围 在 x 等于 c 到 b 假设 r 1, r 2 为 y 等于 f of x 和 x 轴所围成的面积 r 1 在 x 轴上方 r 2 在 x 轴下方 那么 Integral f of x dx 从 a 到 b 等于 Integral f of x dx 从 a 到 c 加上 Integral f of x dx 从 c 到 b 等于 r 1 减 r 2 因此可知道定积分所计算出来的值 不一定代表面积 计算面积时需要确认函数在 x 轴上方或下方 接着我们来观察定积分和面积的例子 假设 y 等于 f of x 和 x 轴交于 10 20 30 40 有左至右排列 y 等于 f of x 和 x 轴所围成的范围面积 有左至右分别是 r 1 等于 19 r 2 等于 11 r 3 等于 19 则第一题 y 等于 f of x 和 x 轴所围成的面积为和 第二题 Integral f of x dx 从 1 到 4 为和 第一题可知道答案是 r 1 加 r 2 加 r 3 等于 19 加 11 加 19 等于 49 第二题可针对定积分进行拆解 Integral f of x dx 从 1 到 4 等于 integral f of x dx 从 1 到 2 加上 integral f of x dx 从 2 到 3 加上 integral f of x dx 从 3 到 4 等于负 r 1 加 r 2 减 r 3 等于负 19 加 11 减 19 等于负 27 请求出正确答案 第一题 定积分 Integral f of x dx 从 1 到 2 等于 x 平方 从 1 到 2 等于 2 平方 减 1 的平方 等于 3 第二题可将 y 等于 2x 预知线 x 等于负 1 x 等于 2 绘制如右图 发现 x 等于负 1 至 0 时函数小于 0 而 x 等于 0 至 2 时函数大于 0 所求面积为橘色的部分 则面积等于负 integral f of x dx 从负 1 到 0 加上 integral 2 x dx 从 0 到 2 等于 x 平方 从负 1 到 0 加上 x 平方 从 0 到 2 等于 0 减 1 的平方 加上 2 平方 减 0 平方 等于 1 加 4 等于 5 最后我们整理这次课程的内容 定积分计算步骤中需找一个反导函数 将上线 b 和下线 a 带入反导函数并相减可得到其定积分的值 在定积分的几何意义及面积关系部分 依右图所示 假设 r 1 r 2 为 y 等于 f of x 和 x 轴所围成的面积 r 1 在 x 轴上方 r 2 在 x 轴下方 则 integral f of x dx 从 a 到 b 等于 integral f of x dx 从 a 到 c 加上 integral f of x dx 从 c 到 b 等于 r 1 减 r 2 代表着定积分不一定代表面积 而当我们要计算函数和 x 轴所围成面积时 则需要观察 f of x 的情况 以此图为例 面积等于 r 1 加 r 2 等于 integral f of x dx 从 a 到 c 减掉 integral f of x dx 从 c 到 b 因此计算面积时 需检查函数 f of x 在 x 轴上方或下方 那么这支影片的课程介绍到这边 各位同学加油 小学校1 加比赛0 到 发员 次回予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赞 订阅 词文 赏词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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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あ